古語有榮,欲練神功,必先自功 在農曆三月,我給天蠍座的錦囊是 若要成功,必先做義工 未必一定要你去做義工 但正所謂,小菜不出,大菜不入 如果你想達到你想得到的目的 那你一定要有些東西先放棄 還有,不要說放棄 好像說,你只放棄自己的原則 或者你要去捨棄自己的精神心機去達到目的 不是,不是,是你一定要幫別人 你一定要讓別人 你要對別人好,別人才會對你好 但你說,我又沒有時間做義工 而且現在經濟時勢很差,我手頭很緊 我沒有錢去給別人 不一定要虧了你的資源 詳情,你們可以去Google找一找 佛教官三種布施 在佛教裡面,我們認為布施不僅只有財布施 即是財產的那個財 還有一件事叫做無謂布施 無謂無懼的那個無謂 甚至有一件事叫做法布施 佛法布施 但凡這些布施你肯去幫人 你想令人好,然後才令自己好 好,先給後去的意見 都是會助你成功的 那這件事你千萬要記住 第二,如果你們身體一向有些不好的話 這個農曆三月是開始去做運動的好時候 尤其是學一門新的運動 例如說學做健身 那你可以去跟一個個人訓練 或者你一直很想去做瑜伽 那你可以從頭去學 那當然做運動是 即是本身這件事是百利而無一害 那不需要說你要生病才去做運動 即是先去學做運動 你純粹為了自己身體健康 甚麼都好 你去學做運動 都是一件會得心應手的事 那講起做運動 其實都是一些 給身體健康的事 那如果你們本身真的 尤其是你們身體的頭部 有些毛病的話 那在農曆三月去做一個確診 那出來的結果都會是頗準確的 那當然病行前中醫 如果甚麼時候有事 其實你們應該早就治療 但是總之趁這段時候去做任何醫療療程 那出來的結果會是更加幫到你 那即是可能醫生會更加仔細 或者那些視診會更加精準 諸如此類 那頭部例如甚麼 眼睛、耳鼻喉、牙齒 那去做這些診療或治療 都會有一個不錯的成效 那做一個小總結 以上兩樣都是關於自己身體健康 去令到自己變得更加健康的事 那現在另外講 大家最關心的錢 不一定是大家最關心的 但是很多人都很關心的錢 如果你們是自僱人士 或者這樣 如果你們是老闆 你們有請人的 或者就算你不是開到公司做老闆 但是如果你們有時候都想分擔一下壓力 想把一些外盤 那趁這個農曆三月是一個黃金時候 尤其是記住 我不是年齡技師 但是呢 比你年齡的人 例如甚麼新年齡 那些 當然是你幾歲 但是有些越年齡的子女 就越是幫到你的 尤其是年齡的男生 我不是性別歧視 這些東西全部是跟星象講的 OK 好了 但是如果你是真的自僱人士 或者你打工也可以 但是尤其是自僱人士 有一個業務就會更加強 為甚麼呢 因為你們會收到很多的邀約 別人給你很多任務 所以你們的業務會更加強 因為你們自僱 然後你收錢是按平衡率 多勞多得 所以你們自僱人士就會更加開心 那些人會真的無端端 好肯去扔一大塊錢 兩大塊錢給你做這樣做那樣 所以你們的財運也會不俗 還有這些做的公眾 就是這些工作的性質 有時都會很特別下 特別在於 他未必是你做慣做俗的事情 他可能是一些 真的完全是未來的 或者是一些非常之要大膽創新 很高原創成的東西 是要你想爆頭的 或者是一些可能牽涉 IT 甚至是一些關於醫療 健康 健康 這些議題 這些範疇的工作 會扔給你 那你記住虛心去學習 OK 你先說了一線 還有這個過程 真的需要你們學習 但是不要緊 正所謂活到老 學到老 那何況又有錢收 何樂而不為呢 甚至 我當你大公仔 老闆偷一些這樣的工作 給你做 那 你們就不會說 無端端多了夠錢 因為這些東西 你們都是收月薪的 但是你當這個學習的經驗 是失錢入離代 OK 所以不要在這個範疇卻步 記住 另外 最後就想說 again 尤其是自顧人士 因為如果自顧人士 人家要聯絡你 人家要去找你 電郵給你 或者去WhatsApp你 訊號你 諸如此類 那麻煩你檢查清楚自己的電子儀器 不要這個時候失靈 或者一些什麼重要的東西 走去spam box 或者去飛去留言信訊 那這個時候 如果錯過了一個這麼大單的生意 或者這些學習的機會 那你就真的 哭到沒用了 那 所以 如果你是 受顧的打工仔 那 我相信老闆會直接跟你說 你不會錯過這些東西 所以為什麼我以上說的話 自顧人士是會更加之重的 但是如果你是打工仔的話 都可以聽一下做一個參考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新聞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imi YouTube 都記得要按下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子亂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面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有時候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占星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Calendar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星運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是給大家一點點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就是看Fixed Stars行星銀行的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呢 就會留待回到文字的Description給大家去發掘